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完这粒收音机广播节目 是一本市民的主要免费娱乐 其中夫妻生活小品《大仗夫日记》 就是当年香港商业政台的王牌节目 这个节目令林彬和尹方宁 这两位广播剧中的夫妻 深受普罗市民的欢迎 1966年 毛泽东三年红旗运动彻底失败 不甘心大权旁乐 为了夺权 在中国大陆 发动残忍无盗 祸及全民的所谓文化大革命 这一个从上以下的奪权运动 但是就被包装成为 由下而上的红卫兵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 1967年 港共头目新华社社长梁威林 为免因为运动被召回大陆批斗 自身曝光香港人做花厂的工程 用了文革的套路 在香港发动了所谓反应抗暴的斗争 在这个时候 香港人突然由逐渐进入的小康生活 被所谓抗暴 扩入了动荡惶恐的日子 由这个时候开始 林斌就在香港商业广播电台 主播了一个言论新栏 劍指港共 叫做欲霸不能的时事评论节目 大受香港人欢迎 而且被香港人试作自己的喉舌 不过当年被港共试作眼中钉 1967年 8月20日下午 港共在北角清华街摆放炸弹 炸死了八岁女同王子民 和他两岁的弟弟王曉勋 林斌痛骂这种是野兽的行为 同志港共无耻无良 低能辣搭下流战夹 不留情缘 港共由此动作杀机 同年8月24日 林斌和他的堂弟弟林光海 在何文田窩打老道山 九龙嘉明国对开马路 被人伏击 连同作家遭到中火 烧到重商不止 一时间 香港民愤推至极点 极点 全国施灯的市民 落泥不绝 港共六七暴动 最后失败告终 虽然反应抗暴的斗争失败 主要是由于中共为了要保留香港这只对外的南风枪 最终叫连港共在香港的暴怀 但是林彬兄弟的死 引起的极度民愤 也间接加速了左派暴动的衰亡 1997年之后 中共接管香港 毕竟一国两政的外衣 所谓反应抗暴的家丑 当然要尽一切政治手段的淡化 甚至更歪曲事实 他未怕港共的独七暴行 曾经组织策划一连串暗杀 为放炸弹运动的前工业会会长荧光 竟然获得香港特区政府 颁受大致敬奋章 因此 林彬死后半个世纪以来 一直都很少人再提起 行空者到今日 仍然逍遥它是我 而且 每当一些有心人 想在清明时节 在林彬墓上献上的畜仙花 向管理员顺问坟墓的位置的时候 基于敏感原因 管理员都不愿意告诉他 历史被暴政散改 甚至被暴政散改 甚至被暴政散改 还是常态 而且 这种常态 在历史上 亦都不断重演 政权的山改历史 和有心能要记录的史真相 似乎是一场长途的赛跑 而这场赛跑 根本上 是一场继续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